减重和变瘦 这个是两回事 肖脂针呢 它就是在局部去代谢那一块脂肪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因为做了治疗 所以就大吃大喝的话 结果一定会是不好的 大家好 我是均旗诊所邱爱婷医师 普遍认知的肥胖 其实在我观察起来 大概可以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就是真正的是脂肪型 那第二个类型就是皮松型 第三个类型就是凹陷型 那第四个就是混合型 大部分觉得自己有肥胖情况的民众呢 大概有八成都是混合型的 通常我们身上的问题都不会是单一的 好比说它可能同时合并有脂肪的问题 跟皮松的问题 也同时合并有缺乏支撑凹陷的问题 跟皮松的问题 或者是它真的就是脂肪撑在那里 原本是脂肪的问题 但是当脂肪的问题解决之后 它就会出现皮松的问题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混合型的 目前胃腹部合可的消止针是贝克脂 那它主要作用的地方大概是在下巴 它的成分是去氧胆酸 去氧胆酸它的作用呢就是把细胞膜破坏掉 那细胞膜破坏掉之后里面的脂肪就会裸露出来 裸露出来之后呢它就会去经由身体去把它代谢掉 那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像我们抽脂手术一样 进去用器械把脂肪取出来 所以它在代谢的过程会有一个发炎反应 会有肿胀 所以需要在术后大约两周的时间去忍受这个肿胀 还有恢复期 然后达到一个去掉这一块脂肪的效果 以超音波聚焦来说它就是精准的在特定的深度 去做特定的加热然后达到紧缩的效果 那以RF的技术呢透过电流从皮肤表面开始加热 然后造成一个深度整个深度的加热 而不是单一在那个深度做点状加热 主要针对的是皮肤松弛 所以在体雕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皮肤松弛的问题 刚刚我们说的第二型皮肤松弛型的问题就是使用RF技术 削脂针它的作用基转就是利用溶解细胞膜去把那一块脂肪消掉嘛 所以如果你的下巴它真的是有一块脂肪在那里的时候 使用削脂针它的效果就会非常好 当我们在治疗肥胖或者治疗这个体型雕塑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要非常精准的会去知道我们治疗的那个地方里面的结构是什么 它如果真的是脂肪那就是适合使用削脂针 但是如果它不是的话会建议用其他的烧灼的方式去做紧致 所以削脂针它的作用基转就是消除一块脂肪 当我们削脂针使用在下巴的地方然后把一块脂肪消掉之后 常常剩下就会出现皮松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使用超音波聚焦的仪器或者是RF的仪器 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皮肤达到一个比较紧致的效果 其实啊针对体型雕塑跟脸部的雕塑 减重和变瘦 这个是两回事 形状改变跟体重下降 其实是两回事 胶脂针呢它就是在局部去代谢那一块脂肪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因为做了治疗所以就大吃大喝的话 结果一定会是不好的 胶脂太胖了会被杀掉的 因为脂肪无法代谢嘛 所以会建议如果做了消止针之后那一段时间 你可以体重不下降 但是体重千万别上升 否则你会觉得效果不太好 那如果效果已经出来了之后 要如何保持不让他负胖呢 第一体重控制是一定要有的 第二就是说原地可以做一些按摩 让消止针进去的药剂 跟脂肪的作用再更融合 这样子结果当然是会比没有按摩再更好一点点 大概两周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肿胀消失 肿胀消失之后大概一个月之后 你就会发现那块脂肪好像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在注射 消止针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就是分两次去做注射会更精准 那第一次或许是会融一个大范围 那第二次可能就是针对一些 你觉得还不够的地方 再去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你希望 经由一个消止针的治疗 让你在某个场合 像是结婚啦 像是艳客啦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体态 或者是很好的一个下巴 这个时候你请务必要留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要去做治疗 千万不要是两个礼拜之后 我就要一个重要的场合 结果你在这个时候跑去打消止针 那两个礼拜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紧张 因为你有可能那个时候正在肿胀 不适合做消止针的族群有 肝功能异常 免疫的疾病 好比说是自体免疫疾病 或者是 免疫功能低下的问题 还有恶性肿瘤 和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 另外还有孕妇 孕妇是不适合做消止针的 术前一定要先知道一下自己的肝功能的状态 消止针它是让脂肪在身体里面 经由身体自己去代谢嘛 所以它代谢的主要器官就是肝脏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的肝脏功能已经是 你快要爆肝啦 就那么最后一根稻草 那你这个时候消止针打下去 或许你就会有一些肝功能异常的状态 所以建议在打消止针之前 务必都要先去验一下你的肝功能 然后确定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打消止针会比较安全 那另外就是在注射的部位 好比说像下巴 这个时候建议不要有一些长痘痘的状态 就是你的皮肤要是完整的 不要受伤不要感染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它打完消止针之后 一定会有一些肿胀 甚至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些 有硬块结块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不用太担心 你只要去按摩它 把这些硬块把它推开 让这个脂肪在代谢的过程中更顺畅 效果当然一定是会更好的 打完消止针之后呢 如果发生三件事情 请赶快跟你的医师联络 第一件事情就是吞咽困难 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的两侧的动作 产生不对称 或者是产生一些怪异的表情 那一定要赶快跟你的医师联络 其实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没有肿胀 因为打完消止针之后 十之八九都会肿胀 因为脂肪在代谢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发炎反应 那这个发炎反应 其实就是正在破坏细胞膜 然后身体去把脂肪代谢掉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会大概为期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时间里面千万不要去安排太过重要的活动 在这里呢 也给想要来医美诊所做治疗的好朋友们一些建议 在选择诊所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合格的诊所 使用原厂证或的诊所 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从诊断 决定治疗的方向 以及使用的针迹 医师的技术 全部都影响你做医美的结果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选择合格的诊所 原厂证获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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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